Hello,大家好,我是譚祺村 过去这个星期,我踏小步真的踏得非常多 上班下班,对于它的特点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除了踏小步之外,我也踏了大概30公里的公路车 由三元里到方村进行了一次往返 在星期三的时候,我去探望我师傅 我师傅在方村那边有个工作室 他那天约了我聊聊天 踏单车穿越广州市,其实有多少值得分享的东西 都想跟大家聊聊 而今天最重点的内容就是我又搞过一部小步 小步突然间有几样东西改变了 包括我是由S把转了M把 原因就是想骑单车的时候,希望腰可以挺直 另外我换了摺摘脚踏 收纳起单车的时候,让它的空间体积更加仔细 还有就是我安装货架 以及二行车 原因就是,我想未来也有机会推行这一部车 因为我想带它上地铁 好了,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题 上个周末刚好经历了广东这边的雨季 我趁着不下雨的时间,在钢堤的位置踏了一段 但是我踏进了一条村 进了一条村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出回来 于是禁倒行 倒行竟然渡了我走一条烂泥路 哇,那条路很多坑,每一个坑都积了水 我到底是怎么通关的呢? 我就是把单车降到一档 慢慢地踏出去 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单车有变速是非常之重要的 它是可以帮你脱困 如果我是踏正常档的话 很可能我会踏到半路就卡住了 跟着一脚倒到泥浆水里 我对鞋就不用了 而在这个时间我也发觉 Shimano的内三速真是非常之有用 而说回我踏小步上班下班 其实都会经过滚景路 是广州滚湖旁边的滚景路 不是佛山那条滚景路 有走过滚景路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它是有一段上波的过程 虽然波度不是非常之大 但开车是没问题的 但是踏单车也有点考验的 所以每当踏这一路的时候 我都会减少到一档或者偶然用二档 其实都可以轻松通过 当下波的时候 当然用三档 讲完小步 又要跟大家讲讲 就是星期三的时间 我由三秒里乘搭汽车去方邨的内媒 第一程我是通过解放北 然后转到环市路 一直到珠江大桥 之后是去到方邨那边 以前小时候 因为我爸爸都是在佛山工作那段时间 经常行珠江大桥 而回来的时候我就没有走这条路 而是选择去到白鹤岛码头那边 直接搭杜伦去隔身路那边的码头 以前我们小时候 都时不时会去隔身路那边买文具 但我一直都不知道这里有个码头 而这个码头的名字和白鹤岛可以说是姚商呼应 它也姓白 它叫白显鹤 在我印象当中 我也是第一次在广州带着单车搭杜伦 在河南踩单车 河南车海珠区 我也穿越了保叶路附近的一个街市 这里也是非常有老广州的生活气息 不过我没有拍下视频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最后再跟大家讲讲 怎样去调整这一部小步 首先就是S把换M把 我们当然要先把S把上面的 包括刹车和指缪都要拆下来 拆下来后就松了龙头 然后就把S把抽出来 接着这一步 就真的大力出奇迹 就要把M把塞进去 因为这个M把是九曲十三弯 要塞进到龙头里面 其实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结果我出尽九牛而虎之力 硬把它塞进去 总算塞进去 拎紧 然后再把一些刹车把和指缪 安装上去 哦是呀 我还根据当时S把 就订制了一个復古的皮图 原来放在M把里面 长度就不够 不过都不要管了 先装上去用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S把转M把的动作 当然M把是高了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的刹车线 你的指缪那条线 不够长的话 其实你这样换 你是要做很多个调整的 好在这一部小步 本身的刹车线 和指缪线都足够长 还可以支撑到 就是M把的实用 换完M把我们就来 加装后尾架了 后尾架那两只脚 小步其实有专门的洞 是来安装螺丝的 所以就没什么难度 而最大难度 就是尾架的前固定位置 是要安装在刹车的螺丝里面 所以我们率先 要把固定刹车的螺丝 拧开它 继续将尾架前端的固定位置 落下去 因为这个位置很窄 拧螺丝其实真的不容易拧 拧完这一粒这么高难度的螺丝之后 再装后面那两粒螺丝 就真的毫无难度了 架就装好了 自然要把二行车就拧上去 这款的二行车都非常滋 拨一拨可以转很多个圈 质量都不错 尾架装好之后 自然就到要装这个摺疊脚链了 装脚链我想大家都搞过了吧 不需要在这里再详细介绍了吧 分左分右 哪一只左那一只右 大家自己看清楚 顺着它的螺纹拧进去就这样搞定 改造完的小步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我们试试摸起来又会是怎样呢 摸好的小步就是这样的 现在可以推着它走的啦 整部车改造完成之后 我们看看它的重量是多少 未够12公斤 都算几令我满意的啦 今期节目和大家聊着这么多先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 在节目最后也会和大家罗列一下 这几样配件的价钱进行参考 我们下期再见啦